今天节目我们来讲述半年之前震惊全日本的牛郎被刺案 这起案件呢因为最近两天有了最新的进展啊 所以也是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榜 大家都很关注 咱们呢就从头来说一说 2019年5月23号警方呢接到报警电话 听到一个女性自首说我杀人了 还告诉警方自己的位置 赶到现场之后警方发现一个女孩坐在地上 一手拿着烟一手打着电话 旁边的血泊里据说是她的男朋友牛郎刘悦 这个女孩呢名叫高刚尤嘉 说行凶啊是因为对方劈腿 她浑身是血在那淡定抽烟的画面十分的惊悚 顿时传遍全网络 大家好奇的啊也可以在网络搜索一下都有相关的图片 被捕的时候啊高刚呢更是语出惊人 他说没办法 喜欢这男生喜欢的不得了 打算杀了他之后我自己也去死 在警车上他还露出了神秘的微笑十分的瘆人 虽然说啊他一直口口声声的说很爱对方 但这怎么看也不像正常的恋爱啊 好在刘悦没有生命危险 恢复了一个月之后还回到店里上班了 乍一看呢这起事件呢是牛郎和病交女交往 牛郎劈腿被报复身负重伤之后重回岗位的这么一个狗血故事 跟很多日剧的风格啊也很协调啊 但是如今呢案子宣判了更多的细节流出 才发现高刚是因爱生恨 尽管高刚尤家愿意和刘悦同生共死 但是在刘悦心里边高刚从来都不是他的女朋友 只是个充业绩的女客人罢了 这事啊还得从两个人相识开始说起 今年21岁的高刚尤家在和刘悦认识之前 本职工作是一个酒吧的店长 聂元呢是出现在2017年10月的一个晚上 那天呢牛郎刘悦正好去高刚工作的酒吧喝酒 俩人就这么认识了 不过当下他们并没有交换联系方式 直到2018年3月底 他们才在推特上互相成为了粉丝 随着聊天的深入 高刚对刘悦的兴趣一点点的加深 于是呢他也开始去刘悦上班的牛郎店玩去 他没想到这一玩就把全部的身家都搭进去了 牛郎店的消费水平啊非常高 比如顶级牛郎罗兰 最低出场费得1200人民币左右 普通的牛郎呢便宜一点 可也经不起普通人每天去折腾 这还仅仅是出场费啊 还没算上其他乱七八糟的消费 一旦接受牛郎服务 他们呢就会凭借一张巧嘴哄的人团团转 让你接连刷卡浑然不觉 因此呢 每天晚上为店里创收 20万的牛郎是大有人在 一般来说呀 正规的牛郎店是不允许客人和男公关 也就是牛郎私底下恋爱 或者发生肉体关系的 为了多给店里赚钱 就得给所有客人最贴心的关怀 但是呢 你得拒绝一对一的感情 对每个客人都好 这是牛郎的职业素养啊 可有些人呢 明明很清楚这一点 还是会为牛郎疯狂的心动 高刚尤家也不例外 他和刘岳在一起的时候啊 他那个钱包和他那颗少女心啊 都藏不住了 刘岳的无微不至 让他对刘岳产生了好感 他开始频频的光顾刘岳的店 点名让他出台 为了喜欢的人呢 他当然舍得消费 一个月花在刘岳身上的钱 就高达一百多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六万左右 六万多 砸钱这事很好使啊 仅仅一个月之后 高刚就硬把刘岳从不知名的小牛郎 捧到了全店排名第三的人气明星 不过高刚尤家也只是一个小店长 工资再高他也经不起这么造啊 没几个月他的积蓄就花光了 可是这时候啊 他已经深陷其中 刘岳对他的百般关怀 让他认定了刘岳就是自己的男朋友 刘岳对此呢 也没有否认 为了给男朋友更多的支持 高刚呢 需要更多的钱 于是他决定 去做来钱快的生意 干嘛呀 卖身 他跑去风俗店工作 陪着有钱的老男人游玩 两个人的工作内容 这也算有所重合了 算是同孩了 不过他赚来的钱并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几乎全部投入到了刘岳身上 通晓人情世故的刘岳 早就意识到高刚对自己十分上心 大部分的业绩都是靠高刚一个人克金 对刘岳来说 高刚是个很好的客人 可他不能为此就放弃其他的客人呢 所以他一方面呢 跟高刚叫女朋友 另一方面呢 又常常和别的女客人一起出去玩 高刚尤家则不一样 一直认为刘岳和自己就是男女朋友关系 他付出一切就是希望和刘岳结婚 有个家 高刚对刘岳提出结婚设想和同居邀请的时候 刘岳呢 也都没拒绝 还说了啊 我愿意在今年九月 辞掉牛郎店的工作和你一直在一起 所以说嘛 男人的话不要轻信啊 更何况这种男人的话呢 就在今年五月 高刚在东京新宿租了一间公寓 每个月的租金就得十一万 他让刘岳一块搬过来 想要在婚前同居一段时间 可是刘岳呢 根本没想和高刚谈恋爱 对高刚说的那些甜言蜜语啊 都是做牛郎说习惯了 这也是人的职业道德 在短短的同居期间 他仍然和不同的女客人甜言蜜语 甚至和不同的女客人发生两性关系 高刚啊 忍了下来 他就听信了刘岳的那句话 我九月份我就不干了 他就琢磨着 总有一天 刘岳会退出牛郎界 只属于我一个人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 对方只是在玩弄他的感情 刘岳啊 可能是这么想的 喜欢是喜欢的 但恋爱呢 就算了吧 没那功夫啊 高刚呢 就一直这么付出着 直到案发之前 还利用十天黄金长假 陪唐爹出去玩去 什么叫唐爹 就是那些老男人客人啊 赚来的上百万日元 最后呢 也会去向刘岳的店 给他充业绩 可是单方面的付出 注定没有办法支撑下去 五月二十三号凌晨 在风俗店辛苦了 大半天的高刚尤家 疲惫的下班了 这一天他接待了五个客人 与此同时 他的小男朋友在干什么呢 和别的女客人去开房了 电话不接 信息不回 五月二十三号上午 高刚尤家心情太差了 跟朋友打电话就吐槽 这小子吃老娘的 住老娘的工作 我都得靠老娘花钱养着 还对我一点也不上心 还敢跟别的女人鬼混 在一次次的失望之后 他的耐心被耗尽了 当天下午 刘岳回到高刚 在新宿的住所 他不知道高刚尤家 现在正处于爆炸的边缘 有报道说呀 当时刘岳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刘岳的另外一个 女客人打来的 高刚看到之后 彻底崩溃了 拿起一把刀 就捅向他左侧的身体 也有说法呢 是刘岳睡觉的时候 高刚突然攻击的 总之 毫无防备的刘岳 是又惊又疼 主要是疼啊 而高刚尤家呢 看到自己心爱的人满脸扭曲 突然又动了侧隐之心 不想继续杀死他了 刘岳挣扎着 跑出了房门 顺着电梯 到达了一楼之后 还是倒在门口了 高刚追出来 看见刘岳在地上 绝望的眼神 就走过去 坐在他身边 点上一根烟 拿起手机 拨通了电话 在法庭上 高刚说了 当时自己 真的很怕他死掉 可是啊 又好喜欢呢 真的放不下他 直到警方来的时候 高刚还在电话里 和刘岳的 另一个女客人争论 他总以为 这个牛郎 会为自己回心转意 可是 他没有想到 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在得知隐情之后啊 不少人呢 对高刚尤家 产生了同情 觉得呢 他被渣男坑惨了 还有人把他称为 过于漂亮可爱的 嫌疑犯 一马归一马 欺骗感情领说啊 故意伤人 就是故意伤人 刘岳的肝脏 因为受伤被摘除了 重返岗位之后 没有办法喝酒 工作呢 也受到一定影响 但他说了 我自己 不恨高刚 刘岳住院之后 也收到了 高刚尤家的道歉信 还为高刚说话呢 说他这么年轻 就已经被公开面貌 和姓名 未来的日子 一定很艰辛 因此希望他 能够获得减刑 在12月3号的公审之中 法院判处高刚尤家 三年六个月的 有期徒刑 以前刘岳啊 从来没有问过 高刚尤家的钱 是哪来的 高刚呢 也没说过 直到受伤之后 他才知道 高刚为了他 究竟付出了多少 选择了怎样的 一个行道 刘岳很愧疚 说他为我付出这么多 我竟然都在敷衍 不回信息 不接电话 我真是一个渣男 刘岳呢 也曾经坦承过 说我以后的梦想 是当个小白脸 吃一辈子软饭 所以啊 咱们来看看这俩人啊 一个想要安定的家庭生活 另一个想着被富婆包养 他们的故事 从一开始 就注定会是一个悲剧的收场 本期节目啊 为大家讲述一桩 曾经震惊全国的 侦破时间跨越三十一年的一期 旅馆连环电击杀人案 一说旅馆连环电击杀人案 大家可能会说 这我听过 原来节目不是讲过吗 对 我们原来节目啊 讲过一起 发生在云南宝山的旅馆连环杀人案 这个呢 类似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侦破难度要更大 侦破的过程要更曲折 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呢 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聊起 上海静安区啊 有一栋老式的居民楼 这栋居民楼下边呢 有个防空洞 现在这居民楼和防空洞还有呢 防空洞呢 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备战的时候修建的 到了八十年代初 就改成了一个旅馆 这防空洞闲着 怪可惜的 哎 总得派上用场啊 现在啊 已经不是旅馆了 后来呢 改成了一个景观水草的养殖场 在将近四十年之前 一九八一年 这个建华旅馆 就是凶杀案的案发现场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号下午的时候 在这个旅馆里边啊 有这个旅客就反应 说哎 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两天 这旅馆总有股怪味呢 在走廊上就能闻得到 反应的旅客很多 那么这个旅馆的服务人员呢 就看看去吧 一走到这个地下旅馆走廊 还确实是有骨子臭味 服务员巡视之后发现呢 这个异味是四十二号客房 传出来的 一打开房门 有一个人呢 在床上躺着呢 看样子 是睡觉呢 这时候负责打扫卫生的服务员 就开始纳闷了 哎 对呀 我昨天打扫卫生的时候 一进来 他就在这这么睡着呢 今天一进来 还这么睡着呢 并且今天这屋子里的味道啊 明显比昨天更刺鼻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服务员呢 就感觉有问题 先生 先生 哎 叫也不答应 走近了看看吧 哎呦 这一看可不得了 这个人呢 早已经死了 那别干别的了 赶紧报警吧 上海市公安局 静安分局的民警 很快就赶过来了 经过调查 因为这个入住人呢 都需要在旅馆前台呢 填写这个住宿登记单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都是直接刷身份证 那时候还没有身份证 就填个单子 显示死者呢 叫李家慧 28岁 哪人呢 山东青岛人 是一家单位的采购员 两天之前住进来的 冯汉辉 在退休之前呢 是上海市公安局 刑侦总队的一名法医 建华旅馆命案发生之后呢 他也参与到了 这起案件的尸检工作当中 据冯汉辉回忆说呀 去了之后 一看这李家慧的尸体 两个脸颊部 有七处伤 皮肤呢 是那种烧着样啊 就被烧坏的那种样子 当时他们一看 就认定 这个呀 是电击而死 用高压电枪电死的 死亡时间呢 应该是在 8号晚上 8号 也就是李家慧 入住旅馆的当天 上海市静安分局 赶紧派来技术员 现在也叫横检员啊 勘查现场 可一到现场之后啊 哎呀 坏事了 现场被破坏殆尽 怎么回事呢 因为两天之内 这服务员啊 人够勤快的 天天进来打扫卫生 把这地连扫 带托 你说找什么脚印啊 找什么钻痕迹啊 都扫掉了 都找不着了 其中有一位技术员 叫于伯源 于伯源呢 他们这一组人啊 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 对这一间不到 十平米的小房间 进行仔细的勘查 这时候 技术员提出来一个问题 既然是电机杀人 那得用电线呢 那是八十年代初 不是现在啊 又有什么 千酸电池 又有锂电池了 对吧 一个电池能有那么大电量 那时候没有这些先进的设施 你只能是用电线 可是找遍这一个屋子 没有插座 没插座 那你从哪取电呢 这时候啊 他们想到了 哎 是不是可以走灯线呢 那时候的灯啊 也不像现在这灯这么复杂 又是大吊灯啊 又是人们西顶灯啊 那时候就是日光灯 灯管挂到上面 一看这个日光灯上边啊 省事了 不用走灯线 他直接有个插座 就在屋顶上 那么凶手 也只能是在这儿接电源了 于是啊 技术员们登梯子爬杆的 对这个日光灯周围呢 进行详细的勘察 日光灯管附近 就有一个通风管道 那时候啊 那时候啊 就是起到一个排风的作用啊 因为这是在地下嘛 你总得透气啊 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空调吧 就一个意思 就从屋子那房梁那儿 哎 有一个小气窗 然后从那个气窗那儿 来这个进风 出风 技术人员 经过对通风管道的勘察 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在气窗孔 叶子板周围 也就相当于现在 中央空调那个盖板啊 就那个盖板周围 发现了四枚指纹 这是好消息 可是还有一个坏消息 这四枚指纹呢 都是残缺不全的 哎 管它是整指纹 还是半指纹 还是残缺不全 看不出来的指纹呢 反正提取了再说吧 随后呢 就开始留意这个气窗孔 因为气窗孔一打开 它是通风管道 里边是有空间的 会不会在这里边 藏着什么东西呢 民警把这个气窗孔一打开 还真有一捧 什么东西 当时看不出来是什么 拿出来看看吧 有电线 有两张李家慧的提货单 之前咱们不是说了吗 它是采购员 到上海来采购的 那得有提货单的 两张提货单 包着一把刀 放在那个气窗孔里边 这不用说了 被害人的提货单 为什么会到了气窗孔呢 那就证明 这刀 这电线 肯定都是凶手的 是作案嫌疑人的 杀人之后 用来藏匿工具的 那么 气窗孔周围 那四枚指纹 就应该是藏匿工具的时候 留下来的 后来经过鉴别 这四枚指纹呢 都是残缺的 其中只有一枚 具有比对价值 其他的都是沾个小边 没有比对价值 民警呢 又向旅馆的服务人员 了解了这个旅馆的情况 说李家慧住的这房间呢 是一个三人间 那时候旅馆啊 大伙为了便宜 哎 都是跟陌生人住在一块的 不是特别有钱的 谁也舍不得 说住个单家去 那么李家慧住进来的时候呢 已经住着一个陌生人了 奇怪的是啊 案发之后 李家慧被害之后 这个男人突然失踪了 人直接就走了 还没结账 李家慧跟他住一块 就被害了 被害之后 人又无影无踪 那别说了 这个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不说他百分之百是凶手吧 至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可能性是有的了吧 那时候我们刚才也说了 没有身份证 住宿呢 要么是靠介绍信 要么呢 是填写这个住宿登记单 就调出来啊 这个人的住宿登记单 名字写的是李毅清 单位写的是什么呢 吉林省双阳县双和镇中医院 年龄呢 填写的是三十八九岁 那时候没身份证啊 介绍信上也没年龄啊 他写什么是什么呗 这时候啊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派了这么六七个民警 继续在旅馆深入调查 另外呢 还派了一路侦察员 去到东北调查 这路侦察员呢 就来到了吉林双阳县双和镇 去了之后这么一扫听 说这个双和镇中医院在哪啊 这老乡们一听 啥玩儿 双和镇中医院 双和镇哪有个中医院呢 没有 后来这一路查呀 一路找啊 就找不着 确实双和镇没有这么个中医院 这也就代表着 这个李毅清 写的这个工作单位是假的 那他就更有作案嫌疑了 你要是个普普通通老百姓 你要是个良民 你至于住个宿还写个假单位吗 后来呢 民警啊 找到了被害人李家慧的妻子 叫李英 李英后来还回忆说呢 说李家慧这个人呢 工作能力强 很会生活 李家慧出事的时候 俩人刚结婚一年多点 说当时他们结婚的家具啊 包括穿的衣服啊 都是李家慧自己做的 特别的心灵手巧 后来呢 民警啊 也从李英那儿 得到了一些消息啊 当时李家慧呢 到上海的时候 随身携带着一块 价值两百多块钱的瑞士手表 带着一支钢笔 一个皮包 还有一个铝的饭盒 过去最老式的那种饭盒啊 反正我小时候见过 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 估计 90后 95后啊 见过的不多了 同时呢 李家慧身上还带了 二百多块钱的现金 这些全不见了 咱们不说钢笔 不说皮包 不说铝饭盒 单单那块表 加上这现金 四百多块钱 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啊 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啊 普通的中国职工 一年的收入 甚至还要多 那么很明显呢 这个凶手是建材起义啊 无独有偶 在上海警方 还在抓耳挠腮 那整理线索 破案的时候 案发十六天之后 浙江嘉山 又发生了一起 旅馆电机杀人案 可是 这名被害者呀 逃过一劫 没死 留了一条命 可是呢 凶手却跑了 又过了不长时间 江西上饶 发生了一起 旅馆电机杀人案 随后江西九江 又发生了一起 旅馆电机杀人案 作案手法 如出一辙 那么 这四起旅馆电机杀人案 是不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呢 他此刻在哪里 侦破工作 又将怎样打开突破口 上期节目呢 咱们说到了 在上海静安 发生了这起 建华旅馆电机杀人案之后 浙江的嘉山 江西的上饶 还有九江 都发生了同样的案件 那么 凶手是不是 同一个人呢 上期节目啊 我们提到了 在建华旅馆电机杀人案之后 采集到了四枚指纹 其中只有一枚指纹 是有比对价值的 但是啊 这枚指纹 不超过整个指纹面积的四分之一 中心部位呢 还没出现 靠近中间部位的那些指纹呢 都非常的模糊 案发之后呢 上海市公安局 静安分局的侦察人员 可以说是 马不停蹄的 各路人马出动 排查线索 侦察人员 走遍了全国 27个省市资助区 累计行程 达到了十万公里以上 与此同时 整个八十年代 全国未破的电机杀人案 就有八起 那么这八起案件 相互之间 有没有关联呢 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啊 也有一个行政技术人员 同时呢 是文件检验领域 全国的权威专家 叫吴善昌 当年就参与了分析工作 因为在过去 你入住旅馆呢 入住宾馆呢 得需要填写住宿登记单 上饶九江案发之后 就留下了两张登记单 可是名字 留的呢 并不是李一青 而是留的李小春 工作人员呢 经过了近一个月的分析 进行字迹比对 最终认定笔记 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 在江西建华旅馆 以及在上饶九江作案的 就是这同一个嫌疑人 当然了 目前为止 还不知道 他是不是就是那个杀人真凶 但是他一定参与了作案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警方呢 也刻画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制作了模拟画像 这系列案件发生之后 震惊了公安部 1981年10月16号 公安部授权上海市公安局 主持召开南方八省区 侦查协作会议 在会议上 专案组推测 凶手啊 应该是有前科的犯罪人员 重点区域 放在南方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 监狱 劳改场所 提供任何 与嫌疑人有关的线索 目前放在警方面前的 最重要的一个线索 依然是那四分之一枚质文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汇集到警方面前的 需要指纹鉴定的人数 就超过四十万人 就是四十多万枚指纹 等待着警方的查验 这时候专门做指纹鉴定 对比的人员 明显是人手不够用了 王学仁那冯汉辉啊 就也被抽掉过去 协助指纹筛选鉴定工作 那时候没有电脑 不是像现在一样 说把这指纹一提交到电脑里面 数据库直接自己比对 那时候没这么先进 就是一张一张指纹在那翻呢 看着像的 就交给专家 专家呢 拿着显微镜 在观察 在鉴定 一根线一根线的在那比对 那时候 没有电脑系统 纯属依靠人工 有什么问题呢 速度慢 误差大 你想啊 每拿到一张 都得对比着仔细的看 并且四十万枚指纹 在三个月的时间 就要把它完成 一天鉴定指纹数 就将近五千枚左右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终啊 就凭借着大家这种 弃而不舍 不吃不喝的精神 还是完成了 可完成是完成了 结果在这四十万枚指纹当中 没有一枚比对成功 警方非常的失望 1983年8月 也就是案发两年之后 因为工作需要 王学仁呢 离开了行政岗位 来到了上海第一人民警察学校 成为了一名行政专业教师 他把建华旅馆电机杀人案的卷宗 复制了一套 带在身边 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呢 就当做经典案例 来讲 凡是上过王学仁课的学生 都听过这个案例 这也证明啊 这起案件 到现在还没有侦破 一直在王学仁心里 是一个遗憾 心里留有遗憾的人 还很多 有些人知道去世 都没能得到犯罪分子落网的消息 当时侦办此案件的刑侦处长 静安分局的分局长 还有刑侦大队的队长 都陆陆续续离世了 在离世之前 他们心里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见到 建华旅馆杀人案的真凶 没有破获子案 那么 那枚指纹 可以说是深深的刻在了 上海市公安局 几代刑侦人的脑海之中 后来呢 上海市公安局 刑侦总队 刑事科学技术中心 就建起了一套 指纹识别比对系统 这个系统有着巨大的数据库 存储着上海市公安局 历年采集的 违法犯罪分子的指纹资料 并且这个系统 已经和全国部分省市联网 还和公安部联网了 1995年 王学仁退休的那天 系统正式建成使用 人工比对指纹 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 针对建华旅馆电机杀人案 遗留的那枚指纹 上海市公安局 每过半年的时间 都会滚动 查询一次 可是始终 没有任何的结果 这时间一过呀 就过了31年 直到2012年 这一年4月18号 一大早 上海市公安局 刑侦总队的工程师 刘志雄 来到单位 打开电脑 一看这屏幕啊 跳出来一枚指纹 当时刘志雄就愣住了 哎呀 这枚指纹太熟悉了 时时刻刻的印在自己脑海里面呢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枚指纹 上海市公安局几代刑侦人 连续不断的追了31年 刘志雄编辑了无数遍 他太熟悉了 而跳出来的这枚指纹 太像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上海市公安局的 这套指纹查询系统 和这个江西省公安厅的指纹库啊 相互联网了 这刚一联网 刘志雄呢 在4月17号 也就是前一天 对这枚指纹 重新进行了修正 投放到了 刚刚联网的江西指纹库 进行查询 第二天一大早上 就反馈回来了 刘志雄心里一机灵 到底是不是他 静下心来 一条线一条线的去看 一个点一个点的比对 经过几个小时的认真比对 最终证实 指纹就是同一个人 而这枚指纹呢 是63岁的江西男子 艾洪光留下的 其实早在1983年的时候 艾洪光呢 因为抢劫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他是在江西劳改农场 服刑的时候 留下的这枚指纹 2012年4月23号 在江西省东湘县 一处建筑工地 民警呢 找到了打工的艾洪光 当警方去到现场 掏出警官证 跟他一说 我们是上海的警察 是来找你的 这艾洪光的眼神啊 就不停地在那晃动 显得非常的狡猾 一路上是一个字也不说 一直沉默着 办案民警说呀 这个人可是不简单 三条人命啊 心理素质不好的话 这时候会无比的慌张 可是这个艾洪光并没有 一直到要再次采集 艾洪光的指纹时 他流露出了一丝慌张 可他仍然装作若无其事 他故意装作 从来没有按过指纹 要么故意很用力气 往那个纸上一摁都摁护了 要么呢 故意的往后躲闪 他自己说呀 我没弄过这玩意 没按过指纹 我不知道该怎么按 在审讯过程之中啊 艾洪光呢 对于剑花旅馆杀人案 是矢口否认 民警就问他 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自己不记得了吗 艾洪光说 不是我 我是冤枉的 是我做的 我肯定会想起来的 我不可能一点记忆都没有 我要是一点记忆都没有 那就证明这事情不是我做的呀 民警说 你不是没有记忆呀 你是不敢回忆吧 哎呦 哪有我不敢回忆的事情 4月24号 审讯的第二天 民警又和艾洪光说 1975年至1992年之间 你一定是来过上海 我们是有证据的 这艾洪光呢 他是江西英潭人 矢口否认 说80年代我就在老家 我没来过上海 可是1981年在建华旅馆杀人案现场 搜集到的那枚指纹 就是艾洪光的呀 按理说 有了这枚指纹 你定他罪不就完了吗 不行 尽管警方手里握有证据 但是过了31年了 嫌疑人的供述 对于查明案情来说 非常的重要 办案民警说 艾洪光啊 肯定知道这个案子 他肯定是参阅了 要不不会留下那枚指纹 但是这起案子 有可能是两个人作案 三个人作案 他到底是不是 直接下手行凶的那个人 不确定 他在这里面扮演着 什么样子的角色 也不确定 对艾洪光的审讯呢 就围绕着他八十年代 上海之行展开 弄清楚他来上海都做过什么 这是侦破的第一步 四月二十四号下午五点左右 艾洪光啊 在这种心理压力的驱使之下 终于开口交代了 他说哪一年 我记不清楚了 时间太长了 我就做过那么一件 对不起人家 对不起政府的事情 我呢 拿着电灯的灯头 在旅社里面呢 就电了一起住的一个人一下 我就想着电他一下 拿几百块钱 结果我刚一碰到他 他就叫了 他一叫 我 我就跑了 他的这个供述 出乎了侦察员的预料 按照他供述的 这个李家慧的死 和他并没有关系 他只是电了一下 他就跑了 当时并没有电死李家慧 民警又问他 你记得你做案子 是什么旅社吗 我忘了 反正是个小旅社 不大 那是楼房 还是什么呢 好像是楼房吧 两层 两层楼房 这就又不对了 建华旅馆 是在静安区的一个 地下空间里面 他是在防空洞 改建的一个旅馆 怎么可能是楼房呢 并且他交代的地址 也不对 他说呢 他当时作案的 那个旅社 是在上海市金山区 而建华旅馆 是在上海市静安区 警方赶紧 又调查资料 发现金山区历史上 没有发生过 类似的事件 那么 会不会是两起案件 并存呢 也就是说 既在静安区作案了 又在金山区作案了 民警后来说 艾洪光呢 不是一个乱说话的人 每次都是三思而后行 琢磨很久以后再说 他不会脱口而出 艾洪光啊 在审讯过程之中还说 他说 我一想起这件事情 我就心痛 我现在说了 也就轻松了 如果说 当时我垫的那个人 他死了 枪毙我都行 一命抵一命 他呀 就光是嘴上说说 说的好听 其实呢 他是想从侦察员口中 得到一些信息 让他知道 哎 我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让你们找到我 他会根据警方的 问话的口气内容 在心里衡量 下一句 该怎么走 艾洪光交代的案情 和建华旅馆电机杀人案的作案手法是如出一辙 一模一样 可是其他的信息全都对不上 他是不是还做过相同的案件 而这起案件是不是就是发生在金山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根据那枚残缺的指纹 警方呢 找到了一名叫艾洪光的男人 艾洪光啊 不承认自己做过上海市建华旅馆电机抢劫杀人案 但是他却交代自己呢 曾经在上海市金山区做过电机案 可是啊 警方查遍了卷宗 都没有任何金山区曾经发生过电机案的记载 于是呢 警方把77岁的退休侦察员王学仁又邀请过来 协助破案 王学仁呢 见到了这么多年最想见的人 他见到艾洪光之后 最想解开的疑问就是 这个艾洪光是不是当年的李毅清呢 民警啊 继续对艾洪光进行审讯 就问他 你当时是怎么电人的 他说呀 是用电线 插上插座之后 直接用这个电线来电人 那你这电线是怎么包的怎么装的呢 他说电线的就是红色的普通的电线 那用完之后呢 你这些电线都去哪了呢 电人的时候 对方一叫 我就全都扔掉了 他这是明显的在回避建华旅馆电机抢劫杀人 而是抛出了一个未遂的抢劫案件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未遂的案件 那你的罪责要轻得多呀 关于艾洪光所谓的这个上海金山区旅馆电机抢劫案 专案组呢 并不掌握 王学人 这时候肯定的说 金山 从来没有发生过电机案 这个艾洪光的交代啊 其实呢 就是一个陷阱 因为 过去的时间太长了 即便说 他讲真话 警方呢 也没办法印证 如果不打破他的谎言的话 其他的杀人案件 艾洪光是绝对不会和你交代的 那么 艾洪光 究竟做没做过 所说的 金山区发生的这起案件呢 如果做过 作案地点是在哪里 王学人呢 其实啊 曾经手工绘制过 一个作案一栏表 就把这个全国 从73年到82年之间 所有发生过的13起 旅馆电机杀人案 都记载下来了 哪一起是在哪 哪一起是在哪 包括 静安建华旅馆 包括 我们之前节目说过的 江西上导和江西九江 发生过的 这两起案件 这13起旅馆电机杀人案里面 只有两起是当年结案的 其他的案件呢 凶手不明 王学人就推断 艾洪光交代的 其实 是我们 之前提到过的 浙江嘉山 发生的 旅馆电机抢劫案 王学人呢 跟民警们就说 不要轻信金山的案子 说这是 家善子 各个方面都太像了 于是在12年 4月25号 专案组的侦察员 赶赴浙江 干嘛去呢 去见见31年前 电机案件的当事人 叫冯守安 咱们之前节目也说了 家善发生的这起案件呢 是未遂案件 当事人呢 幸免于难 根据王学人的回忆 81年的时候 冯守安呢 遭到了电机 那一年呢 他是52岁 经过户籍查询 已经80多岁的冯守安 目前还健在 生活在浙江上宇 民警就迫切的想知道 冯守安见到的凶手 是不是爱红光 在上宇一座村庄 专案组的民警呢 找到了冯守安的家 去的时候啊 冯守安还看电视呢 精气神啊 都非常的好 冯守安当年呢 是一名采购员 81年8月26号 到家善出差 住在了家善的 卫塘旅社 结果当天晚上呢 就遭到电机 可以说是跟死神擦肩而过 冯守安回忆说 说那天晚上啊 睡着了 说因为采购员 跑外销非常的辛苦 说现在都很惬意了 以前是到处跑 就睡着睡着 就感觉脖子这啊 刷的一下子 好像冰一样 又好像蛇一样 下意识的呢 我就把一只手 挥了起来 电线刚戳了我一下 我这手呢 啪就打了一下 一段电线呢 就掉到地上 我一看到这个 我就赶紧喊救命 我一喊救命呢 对方就慌了 重新捡起来电线 还要继续电我 我就喊的更多了 更响了 结果服务员听见了 这时候服务员 就把门推开了 凶手就跑了 专案组的民警 赶紧就问冯守安 那您记不记得 那个凶手 长什么样子呢 他说呀 虽然住在一个房间 但是呢 没看清长相 晚上一去了 就都累了 就都睡觉了 那时候啊 也没电视 睡得早 和他呀 一句话也没说过 差不多 电我的时候 是晚上十一点左右吧 而这边呢 专案组民警 继续审讯 艾红光 提到艾红光 所谓的 发生在金山区的 这起案件的时候 他也是回忆说 说对方干什么的 什么地方的人 我不知道 反正个子挺大的 因为呢 没说话 他睡得很早 电他 应该是在 十点以后吧 可见 艾红光的交代 和冯守安的回忆 大部分 是吻合的 那么 是不是就可以认定 艾红光交代的 所谓发生在金山区的 电机抢劫案 就是浙江加善的 这起电机案呢 其实仅凭这些 不能如此认定 嫌疑人呢 是在试探警方 侦察员 如果无法确定 他准确的 作案地点的话 下一步 想让他继续交代 希望就渺茫了 随后呢 侦察员呢 又赶到了 案发地加善 去寻找 更多的证据 专案组这时候又在想 加善离金山呢 其实距离很近 艾红光 是不是真的 搞不清楚地方 所以一直以为 自己是在 金山区作案的呢 民警呢 来到了浙江加善公安局 可对于当年的案件呢 几乎都没印象 时间太长了 那时候经手的民警 现在早都退休了 可是在 加善民警的指引之下 他们呢 还是找到了 当年卫塘旅社的所在地 旅馆呢 早就没有了 只留下残存的建筑 破破烂烂的 还写着一个 拆字 之前艾红光 不是供述过吗 他说 记得住的那个旅社呀 是楼房不高 两层 外边呢 有围墙 其实啊 艾红光 在供述这些的时候 他六十多岁啊 看到民警那么年轻 他是有了侥幸心理 我做案的时候 你们没准还没出声呢 你们怎么会了解这个案子呢 尤其不会了解那么多细节 我说什么是什么呀 哎 可是 专案组民警 到了这个卫塘旅社 所在地区 他们一看 还真跟艾红光的供述 大差不差 差不多 可这依然不管用啊 你还是没有一个有效的证据啊 正在民警们发愁的时候 老侦察员王学仁 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就这件事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王学仁想起来 当年呢 有目击者说 这个人 作案之后 是翻墙 蹚着一条小河逃跑的 三十一年之前的 这个卫塘旅社外边啊 背后是一条小河 当年呢 这个艾红光去住旅馆的时候 不都会填这个住宿登记单吗 根据笔记显示 建华旅馆 电机抢劫杀人案啊 和这个发生在江西上饶的 江西九江的 笔记是相同的 当时呢 就病案处理了 但是加善这起案件呢 没留下笔记 所以当时并没有病 按审理 现在这么来看的话 加善案的凶手 是爱红光的 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可是王学仁 他的回忆 会不会有偏差呢 毕竟王学仁上了年纪了 又隔了这么多年了 王学仁说呢 当时啊 这部分内容 也是当年 加善的刑警队的王队长 跟他介绍起来的 如果说 民警这时候此刻审讯爱红光 爱红光 同样交代了 作案之后 外面有河 趟着河 自己逃跑的话 这起加善案 就可以认定 凶手就是 爱红光了 民警呢 就又开始审讯爱红光 讲讲吧 讲讲你跑的过程 爱红光回忆说 当时啊 一开门就出了小院子 就看到了小围墙 围墙的不高 两米左右吧 爬墙就跑掉了 那你怎么跑的 出了围墙之后是路 还是什么地方啊 这时候啊 爱红光一愣 盯着民警 看了半天 他心里 也是一激励 哎 这警察怎么会问我 这么细节的问题呢 他们真掌握了什么了吗 还是说实话吧 他说啊 爬墙过去之后 不知道 是有条小河 还是小溪 反正是水 汤着水 就跑了 这时候啊 办案民警啊 都很兴奋 没跑了 家善案就是他做的 如果不是他做的 他的回忆 不会和家善案 如此惊人的相似 细节上 都完全的吻合呀 因此专案组更加认定 爱红光 所谓的交代金山案件 就是在探 专案组的虚实 实际发生地 就是家善 只不过被害人呢 没有死亡 这也说明爱红光 在避重就轻 他身上可能有 更多的罪行 家善案被印证了 那么这个 也是正式破解系列案件的 一把钥匙 12年4月26号 新一轮审讯开始了 民警啊 跟爱红光说 上海做过的违法事情 你都交代清楚了 殿下去动的 幸免于难的 有几个 殿下去 不动了 导致人死亡的 又有几个 你交代的这个 是你做的 那 之前你肯定也做过吧 是在哪儿做的 为什么会把你 带到中心区来呢 你应该知道 是什么意思 可是审讯并不顺利 爱红光啊 一句话不说 他就一句话 我肯定没干 你们不要强迫我 专案组民警呢 对他一再做心理工作 我们这是给你 投案自首的机会 将功赎罪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 事相不提醒你 既然找到你了 证明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 所有犯罪证据 你的指纹呢 在建华旅馆出现过呀 你说你没去过 不可能吧 告诉你一个科学道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指纹 是一样的 中国人呢 那将就善事善终 你不能够一错再错了 4月27号 爱红光最后的心理防线被突破了 他知道躲不过去了 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之间给民警就跪下来了 说你们不要逼我了 放过我吧 饶我一条命吧 救救我吧 爱红光啊 最终交代 在市中心 曹家渡延平路一带 还有过一起 电机抢劫杀人案 这是在一处地下室 这跟31年前的建华旅馆电机杀人案 就吻合了 因为建华旅馆 就是在延平路上 民警又问他 你当时用什么名字登记的 他说 我记得前边 是一个里字 后边 不记得了 那作案过程是什么呢 用准备好的两根点线 插在插座上 之后呢 怎么处理的 用纸包了一下 放到了排风口 嘿 作案细节完全吻合 再经过多番较量之下 建华旅馆 电机抢劫杀人案 终于告破 同时 爱红光还陆续交代 81年9月12号 在江西上摇饭店 做出了电机抢劫杀人案 导致一人死亡 9月25号 在九江东方红旅馆 做出电机抢劫杀人案 导致一人死亡 总数 加上加善那一起 一共是四起 杀害了三个人 那他为什么 会选择这样一条不归路呢 据他自己的交代啊 他说当时呢 家里有三个孩子 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手头呢 相当的紧张 那时候在老家呀 经常会拿着电线 去电鱼电下 他就琢磨着 可以用这个方法啊 去电人 这样做 虽然有点冒险 但是钱来的快 选择下手的对象呢 就是企业 跑外勤的采购人员 觉得他们呢 比一般人有钱 经常带着公款呢 全国各地跑 袋子里钱多 他说那段时间呢 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 用红红绿绿的电线 还有女人用的头孤 等东西缠绕起来 放在口袋里 半夜里起来 把这些电线 接通旅社里的电闸 然后作案 他怎么都没想到 在藏匿作案工具的时候 竟然留下了 不亦被人察觉的指纹 这也是他 这一辈子 都难以逃逆的罪证 案件发生之后啊 民警呢 联系到了 建华旅馆电机抢劫 杀人案的受害人 李家辉的家属 也就是他当时的妻子 据他的妻子回忆说 被害的时候 他的妻子 已经有三个月的身孕了 李家辉的去世 对于他来说打击太大 孩子没保住 他的妻子也感慨 不管过去多少年 凶手抓到了 终于可以告慰 李家辉 2013年11月1号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以抢劫罪 判处爱红光死缓 没收全部财产 并追缴 违罚所得 至此 这起追踪31年的 跨省连环旅馆电机杀人案 终于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述到这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